好 各位同學 我們來上今天的課程 那我們上節課學到的重點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做非常深的神經網路了 可是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你會處理什麼樣的數據 我們現在想的是你的X跟Y 你分別會處理什麼東西 你的X就是一堆數值的input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這個樣子 那Y呢? 你可能有學過做現金預測 就直接預測一個數值 你也可以預測0或1的機率 也可以預測多分類任務 也可以預測存活分析 目前大概就這些 現在看起來 比你iPhone的Siri還有很大的差距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要再介紹一下它的變形 就是 反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它已經可以搞得非常複雜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一個一個介紹它的變形 那我們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變形 就是你的X 本來只能輸入數值 現在可以輸入圖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輸入圖的 這個FunctionSet應該會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名字已經破題了 它要卷移神經網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圖像識別這件事情 對人來講是很簡單的 舉例來說這邊所有數字 你應該直接看一眼就可以知道這是什麼 對不對? 這是不是7對不對? 這是什麼? 這是9 這個你也是厲害啦 左上角寫個7啊 可以訓練好 沒有訓練好 沒關係啦 我故意找一個最難的啦 這剩下你們應該一眼都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 好不好 這樣 這個 這個 左上角的答案 左上角的答案 好 這不重要啦 我想要講的是 這件事情對人來講非常簡單對不對 但是對機器來講 它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根本 主要說 就是這個 弧片 它 實際上它是 怎麼樣 讓你看成一張圖的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這邊有28x28 個數值 總共784個數值 那0就是黑色 1就是白色 那如果是0.5就是灰色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看到的圖啊 其實是 一堆像素組合而成的 這樣可以你接受吧 那至於這個像素組合成什麼樣子 你可以看成是一個9 一個6 這個你眼睛很厲害啊 可是 你現在仔細思考一下 784個數字 你要怎麼樣讓它變成 要讓這個 AI預測它是9 AI預測它是6 當然你最簡單直覺的想法就是 784個數字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不是會數值分析嗎 那我就 把它丟進 假如說這個神經網路裡面 反正現在神經網路不是很強嗎 對不對 1000層的我都做得出來啊 那 我們來試試看 看準不準 好但是實際上你就知道 眼睛鐵定不是這麼做的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 這個 還是我們先試一下 這個 這個 這樣做的結果好了 好你先看一下 對啊你先把檔案讀進來 這個檔案啊你在這邊下載啊 就是 這裡 請按這裡喔 這裡才能下載 好不好 你按這裡的話你可以下載 好我就不下載啦 這個有點大 好我已經下載完了 你們應該可以自己下載 欸怎麼盪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 我們剛剛按了 這邊下載完了 大概713MB啊 好我們先把它讀進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大概長什麼樣子啊 好今天我是第六課 好讀進來了以後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 四千 四萬二乘以七八五的一個 大矩 大矩陣 好四萬二就是 Sample的量 那這七八五咧我們就看 我們就看一個前面 第一個 第一個Raw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Value是1 後面你看到一堆0對不對 然後這邊你看到的 有一些數字它是什麼 188253之類的 好我跟你們講 你們讀進來的Data 這個 這個 0就是黑色 256 25 25就是白色 這樣可以吧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 灰階程度 是按照這個來設的 這是一張黑白的圖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 這個 第一個數字1 代表的是 這是0到9的其中一個數字 這樣可以 就是第一個Column是Label 好 那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第一個Column 把它變成 Y 然後剩下的Column 就是-1 剩下的Column 是X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先把樣本做一個分開 好 setZ等於0 好這樣大家用的Sample是一樣的啊 好 然後 你注意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可以 你把這樣的一個套件Library 進來了以後 我們可以把 trainingX裡面的第一個RAW 那就是第一個Sample嘛 對不對 把它先經過 我們先這樣看一下 它應該長成什麼樣子啊 好這個就是一堆數值嘛 對不對 只是它現在還沒有按到順序牌 然後接著我把它變成一個矩陣 然後Numberflow是28 欸 是不是有點感覺了 這好像是個 好像是個東西對吧 然後我們接著 再把它 ImageShow出來以後 欸 結果我還沒有Library它 好你應該可以看到這是一個8嘛 對不對 這是training的第一個Sample 那我們來看training的Y 第一個Sample是不是 8 好是8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們的這個像素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法 就可以變成一張圖 然後你眼睛看它知道它是8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們的Label也是8喔 所以這樣的一個這個Sample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你有非常多的這個 就是手寫數字 那它們都長不太一樣 有一些很簡單 有一些很難 對不對 那我們要來看看 AI能不能去學會 去認這個手寫數字 好那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建議你先把Data寫出去 就是你把X跟Y 把它寫成training data 跟test data 好把它寫出去 好注意喔 在寫出去的時候 我是把X跟Y 把它combine在一起再寫出去喔 所以寫出去的檔案 第一個column仍然是Y 然後第一個column以外的 才是那個數字的像素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把它寫出去了以後啊 好你把它寫出去 好找不到 好沒關系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這個 第六課 好注意喔 你可能要先開那個資料夾才寫出去啊 好寫出去了以後 接著我們要來寫我們的這個疊代器 這個疊代器在第四課的時候有教大家寫過 這裡我們要用個很新的疊代器 它需要mx.io.csv 疊代器 那這個東西 可以拿來讀我們的csv 好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用這個疊代器的好處是什麼呢 是以往你在用疊代器的時候 是不是你要把所有的sample都先讀進你的R元裡面 然後你在決定 他在第一次 第一個batch的時候 要用第一比到第二十比 第二次要用第21比到第40比 以此類推 你們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嘛 這樣有個困難的地方 那如果你今天圖片有100萬張耶 那你是不是要全部修先讀進來 你有這麼大的記憶體可以裝嗎 可能沒有對不對 所以 你用 這一種 這個 這個csv 這個疊代器的好處是 你只有在需要的時候 他才會把檔案讀進來 那因為他是按照順序的 所以我剛剛是讀 我舉例來說他 每一個 每一個RAW 他可能固定長度都是 我隨便講的啦 舉例來說固定長度都是500個字元好了 那他就知道我要讀第一到第二十 第一到第二十的時候 就是讀一到一萬 一個字 這樣 然後我讀進來再把它解掉 這樣是什麼意思吧 然後一時類推下去 好 那我們 這個疊代器 我們先複製下來 然後你看一下怎麼做的喔 好 好 你首先啊 你需要輸 這個疊代器 它是一個 它 可以輸入的參數有 有Ither Data.csv 這顯然是路徑嘛 對不對 然後Data shape 還有Bench size 好然後 東西進來了以後啊 他會先透過 mx.io.csv Ether這個函數 把東西讀進來 讀進來了以後啊 注意 我要第一個 第一個 Raw以外的是X 剩下的就是Y 那Y呢 因為它是0到9嘛 然後我0到9 要把它incode成 9個0跟1個1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一個多分類任務嘛 多分類任務 如果是10分類 它是一個10分類任務 所以如果 它是0的話 就會被計成1 然後後面9個0 1的話就是01 後面8個0 如果是9的話呢 就是前面9個0 後面一個1 這樣懂我意思吧 1 就代表它是第10類 好 那 接著X 我們要把它 注意我們的X要把它變化 X我們要把它變化成 28x28x1 再乘 bench size 好 注意喔 28x28x1 28x28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嗎 因為前面說這個圖就是28x28 這邊為什麼還有1咧 因為這是一張黑白的圖 如果今天這是一張彩色的圖 這邊數字就會變3 為什麼是3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3元色 3元色 講得很好 3元色是為了什麼 為什麼是3元色 這樣可以做成所有顏色 可不可以再講具體一點 這可能跟人類有關 因為人的感光細胞只有3種 如果是蝦子的話可能就不只 或是其他生物可能就不只 如果你今天是個外星人 說不定 你就不會是3元色了 你就會是這個 你可能是5元色之類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你在 你在 你把檔案透過數位相機 讀進電腦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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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起來的圖跟原來的圖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是你的眼睛看起來是一樣的喔 狗的眼睛好像也是3元色 狗的眼睛好像也是3元色 狗的眼睛是3元色嗎 我搞不太清楚 好像不是喔 是貓還是什麼 顏色會少一點 就是他們有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 目前我們做AI 大概都是人能做到什麼 然後AI就能做到什麼 這樣可以吧 有一些影像 像衛星的影像 衛星的影像 它讀進檔案 檔案它就不只3個channel喔 因為它可能有什麼 紅外線的感光元件啊 可能有什麼 紫外線的感光元件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 number of channel 這件事情 是case by case 每一個影像不太一樣的 只是說 in general 如果你是人要來看的 黑白圖像這邊就是1 那彩色圖像這邊就是3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這個數字不是固定的喔 好 那最後啊 你要把data變成這個mx ndarray 它才有辦法丟進這個 就是 我們的這個 預測函數裡面去做運算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我們現在無論如何 我們就用一下這個 你就複製貼上就好了 好這個以後 以後你有一個csv檔 你要怎麼樣去 這個 就是寫一個iterator的話 這個你可能需要 還需要自己有經驗去學習啦 那無論如何 你就只要 現在把我們的這個東西弄起來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iterator 它的效果就好了 好你要怎麼試勒 iterator要怎麼用 你要先reset reset之後說下一個batch reset下一個batch以後啊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value把它抓出來了 好這個value裡面 myvalue裡面 注意myvalue裡面 總共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data 一個是label對不對 那 label裡面的第一個 這是不是就是第一個數字 好我們用第二個好了 不要用第一個 好注意你要asarray喔 因為你用mxndarray 是沒有辦法直接用索引的 asarray 弄錯 弄錯地方了 好 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是100 這代表它這個數字0 這樣可以吧 第一類是0喔 好那我們把 第二個數字把它叫出來啊 好這是第二個數字嘛 好這是個0嘛 雖然有點小邊邊 這個應該很難被看成6啦 好不好 至少這個人寫的時候 他說這是0嘛 對不對 好 那 所以你的 檔案的格式 你的input的格式是什麼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input的格式喔 28乘28乘1乘20 注意喔 注意這個格式 你現在 在做 我們以前 如果是784個數值的話 就是784乘20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注意從此以後 從今天開始以後 我們面對的很多檔案的格式 他都必須用一種非常特殊的形狀 我們輸入神經網路 包括語言的 圖片就是 呃 長層寬 呃 這個 長層寬 然後再乘以這個 channel數 然後再乘以bembsize 這樣可以吧 那語言的話 語言的話 我們還沒教到 但是你可以想像 語言一定更複雜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呃 output的格式呢 output的格式比較容易理解啊 以這個來講 他就10乘20 因為他是10分類嘛 這樣可以吧 10分類 然後20個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寫的 卷 我們寫 等一下寫的神經網路 他的input長這個樣子 然後 預測到最後的output 他應該長成10乘以20 然後跟 這個 y y的形狀也是10乘以20 做loss function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來 介紹一下 卷機神經網路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寫的函數啊 他必須 模擬我們的眼睛 到大腦的過程 到大腦的過程 這個大家前面 已經學過了嘛 對不對 Foldy Connected 就是大腦的過程嘛 雖然說 不是 後面的神經元 不是每一顆都接到 前面的神經元 還有再加上 我們現在還會一些 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現在 ResNet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 設置一個 這個 shortcut 然後去連接 前面的神經元 跟後面的神經元 給他一條通路 什麼的 這些跟我們大腦 已經長得不太像了 但是 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抄大腦的開始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要 學會做圖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抄眼睛了 好 我們的眼睛怎麼看世界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以前有個研究 研究啊 發現啊 這個 他 就是他去接收 這個貓的這個 四神經的這個 就是 有沒有被 激活 那他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 如果是初級的四神經 那他接收到的這個訊號啊 其實他沒有辦法接收 很複雜的形狀 大概這些簡單的形狀 就會對他起反應 那他起反應的邏輯是啊 這個圖像有沒有那些簡單的形狀 這樣聽得懂意思嗎 舉例來說 如果有 左上到右下的 有一個神經元 他專門對左上到右下的這個 就是 圖片起反應的話 這個 這個東西啊 無論這個圖形多麼複雜 只要他有這樣的一個 形狀 他就會被highlight 這樣懂我意思嗎 被trigger 好 那 如果這個 而無論出現在圖片哪裡都會喔 所以啊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卷機 卷機神經網路 卷機層 他到底是 長成什麼樣子 好 你已經知道圖片 他應該是一個 矩陣 他可以被表達成一個矩陣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的 number of channels 是1 也就是一個黑白圖片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單純的矩陣 如果你的channel數是3 他是一個彩色圖片的話 他就是一個三圍的 我們叫他array 三圍的array 你們可能沒有學過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tensor 就是你把它想成跟matrix 的matrix 上接著tensor 三圍的矩陣 就是他已經不叫矩陣了 好不好 可是你們沒有學過這個字嗎 三圍的array tensor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所以 那你知道每一個 假設他是一個二圍的矩陣的話 他的每一個 每一個矩陣的每個數字 就是代表那個pixel的灰階值嘛 對不對 那通常0是 黑色 1是白色 或者255是白色啦 這個差不了 這個沒有什麼差別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一個代數而已 好那 你現在如果看到一個 這樣的一個矩陣 你現在看綠色的 就是整個5 5乘5的這個矩陣 他如果是一張圖的話 1是白色嘛 對不對 0是這個黑色 你現在是看到一個 大概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至於這個1跟0 他是怎麼構成的 這個我們就不要管了 好不好 但是 你只要知道 這個 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圖的話 白色的地方就是0 A1 對不對 黑色的地方就是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你的四神經的結構 是有一個去掃描特定圖像 特定簡單的形狀 的四神經緣 他長的 就有點像 你現在看到這個 會跑的這個 他是不是 左上角是乘1 然後上面中間是乘0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 叉叉形狀的乘1 然後剩下的乘0 你看得出他的意思嗎 好然後啊 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掃描整張圖了以後 那 他的做法是什麼勒 就是 你現在有個底圖 底圖的數字我知道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乘1 然後乘0 全部乘完之後再加起來 這是不是類似向量內積 向量內積 又是不是又很像 Boly-Connected Boly-Connected 是不是矩陣的乘法 矩陣的乘法 是不是向量內積 你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 是不是也是向量內積 唯一的區別只是 我有個形狀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有個形狀然後去掃描 掃描出來的答案 好 假如你剛剛的那個 剛剛的這個框框 我們就叫他 四神經 這就是四神經 這個四神經 我們叫他捲擊器 Convolutional Filter 這個Filter 它掃過這裡的時候 它乘起來的數字是多少 是4 對不對 好請問一下 現在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乘完之後 第一個乘完之後是4 對不對 第二個乘完之後是3 這個數字的大小 代表的什麼意思啊 有沒有人要講 來請講 欸很好 講的非常好 就等下給他加分啦 好不好 那個 這個數字越大 就代表 你這個XX裡面 有多少的是1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有多符合這個XX 我會不會翻譯成這個樣子 好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個 這個 convolutional Filter 就是某一個四神經 專門去 找什麼 找XX 那這個 這邊總共有9個 權重對不對 就是你這個 捲擊器總共有9個權重 這個權重是不是一個 可以學習的 參數 它是一個 trainable parameter 這個trainable parameter 這個trainable parameter 是多少 我們可以交給 神經網路去學習 對不對 那一旦它決定的是某一個 形狀以後 我們就知道這個 神經元 是神經元 它是在抓什麼樣的特徵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如果你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圖片 那你用一個這樣的 filter去掃過它了以後 你看到的 這四個數字 是不是代表它完全符合的 位置 剩下的地方就是沒有符合的位置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這個東西啊 就叫 convolutional Filter 那很多個 convolutional Filter 就可以結合成 convolutional layer 好 什麼意思咧 好 主要來說 假設你有一個filter 負責左上到右下的 斜線 那它 經過它 處理完的 convolutional Filter 是不是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它的filter Map 這個filter Map 數字越大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著 它越符合這個特徵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假設你的第二個 convolutional Filter 是XX 你整張圖裡面只有中間 是滿足XX的 所以只有中間是 數字最大 剩下都是 數字沒有那麼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再另外一個convolutional Filter 是 右上到左下的斜線 所以你看到的 這四個數字大的 剩下都是小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把這三張圖疊在一起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 完整的convolutional filter 這一張filter裡面有什麼資訊呢 紀錄了三個資訊 左上右下斜線到哪裡 XX在哪裡 右上到左下斜線在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你可以 然後你應該知道 這個convolutional filter的parameter 是trainable的喔 它跟 40 connected layer的parameter一樣 是trainable 我們一開始可以隨機給一些起始數值 然後讓網路去自行訓練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給非常多個filter數目 你可以隨便 你要給他十個四神經元都可以 你要給他五十個四神經元也可以 那他自己去學 決定 他要學習哪些特徵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 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件事情喔 你現在已經知道四神經元出來就是一個 convolutional future 我們可以給後面再去使用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可是給到後面之前啊 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 還有一個東西我們要學 叫做pooling layer pooling layer的中文叫詞化成 不過我是覺得翻譯的沒有很好 但是也沒有辦法啦 這個 這個 如果你看到詞化成 他就是pooling layer pooling layer 意思是叫什麼 來 你想一下 我說這裡有一個 這兩個數字是不是都是1 告訴我這個地方 他有左上到右下的斜線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想像過這個圖的解析度是多少 用像素 每一個像素他都少一次嘛對不對 這解析度是不是有點太高了 我現在隨便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我現在要掃描這張圖 我眼前的影像有幾張人臉 你想想看這個 他每經過一個像素 是不是只經過一個很小的地方 所以那個人臉附近是不是有一堆 都告訴你說 這邊現在有一張人臉 這邊有一張人臉 這邊有一張人臉 對不對 資訊是不是太重複了 所以說 我可以把 本來是 四乘四的 confusion filter 把它改以二乘二為一個 單位 然後把它進行降圍 降圍的時候 你可以用平均 平均就是這邊 視臉的相似度平均多少 這一塊區塊 視臉的相似度有多少 你也可以用最大級 因為很多東西是你只要抓到了就可以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這邊有一個夠像的特徵就夠了 剩下不夠像 我們也可以去掉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裡可以用max pool 也可以用average pool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你學會了兩個新的layer 一個叫convolutional layer 一個叫pooling layer 好注意 convolutional layer 如果你把它疊加在一起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他舉例在說 你第一個特徵圖 第一個convolutional layer 是分別辨認 眼睛 鼻子耳朵 那第四個跟第五個 convolutional filter 他分別辨認手掌跟手臂 那一二三個特徵圖 高的地方是不是就很像人臉 我是不是可以再用一個convolutional filter 就是filter 這一些這三張圖 抓到比較高特徵的樹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人臉 不然怎麼會有一個地方 同時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這樣的好處是 如果有個地方 他沒有耳朵 可是他看起來有眼睛有鼻子 舉例說你把你的耳朵蓋住 他說不定還是可以看出這是一張人臉 因為其他特徵夠像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是如果 這一個圖片他就只有一個眼睛 那因為其他的地方不夠像 後面的卷積合是不是就有可能 就會認為這一個地方不是人臉 這樣聽懂我意思吧 那第四張跟第五張特徵圖 就可以結合出手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如果你要結合出一個人的話 你是不是疊得夠多層 他是不是就可以去辨認更高階的概念 所以說雖然我們在第一個 first layer 我們的四層經緣只能夠辨認一些簡單的圖形 但是隨著他越疊越高 他能夠辨認的概念是不是就越來越複雜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都是有邏輯的喔 所以一個 卷積神經網路 如果你把你的 層數疊高 這是不是就deep learning 的概念 他能辨認的概念是不是就越複雜 如果我們換成數學一點語言 就是 函數能擬合的 這個 關聯性是不是就越強 這個越複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從數學的角度來講 他長成什麼樣的 就是 假設你的x 你的input是3x3的一個矩陣 裡面的每一個數值都是一個灰階值 一個像素從0到1 你的w是你的convolutional filter 你是經過這樣的掃描嗎 掃掃掃掃掃 好聽得懂吧 實際上 這個過程就是 你把x跟w 把他用convolution的方式結合出來變成O 對吧 這個O是不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一坨乘以這一坨是不是就是O1 這一坨乘以這一坨是什麼咧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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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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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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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x1 x1 等下要被 W 掃過的 把它 展開成這個樣子 所以 X12 它會重複出現 X12 會重複的出現 因為它必須被 W12 掃一次 再被 W11 掃一次 在這裡的時候 它要被 W11 掃過 對不對 在這裡的時候 它要被 W12 掃過 對不對 所以 它在這裡是不是在第二個位置 它在這裡是不是第一個位置 好 所以 我其實可以把 convolutional 當作是一個矩陣的乘法 只是 X 要先經過一個 前出力 W 要經過一個前出力 W 的前出力比較簡單 X 前出力稍微複雜一點 但是這都是可以符合邏輯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只是 有一些東西出現比較多次 比如說 X22 它是不是出現了四次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所以 它本質上 convolutional layer 它就是 Foley Chromatic layer 對不對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只是前面經過比較多次的 比較一個 比較多的轉換 然後 有一些東西有重複 這樣有聽懂嗎 所以 對 convolutional layer 求微分 它可不可以微分 它顯然可以微分嘛 對不對 微分的結果就會非常像 Foley Chromatic layer 所以convolutional layer跟 Foley Chromatic layer 是同等的喔 是同等 那微分完了以後啊 唯一的差別只是 裡面有一些重複的元素 它的微分 回去的值要被 要比較多次 可能要被加四次啊 或是加兩次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Pulling Chromatic layer Pulling Chromatic layer就夠很簡單啦 Pulling Chromatic layer就是 這四個東西我要平均起來嘛 這四個東西我要平均起來 或是取MAX 那如果是以平均來講的話 一樣 X22會經過很多次 對不對 這四個O 都有它的聲音 所以它的 Gradient就比較多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是取MAX勒 取MAX的話就是 它如果數字 不是最大的那個就會是0 剩下如果它 這個數字 它這裡取MAX也是它 這裡取MAX也是它 它就會加兩次 剩下都是0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意思類推 好這裡 你只要知道它的微分的邏輯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實際上現在微分我們是透過程式去幫你做的嘛 好現在讓我們來實現 卷積神經網路 你現在已經聽懂了 我剛剛一次介紹了兩個新的Layer 一個是 Convolutional layer 一個是Pooling layer 這樣可以吧 那現在我要實現它囉 我們怎麼實現它呢 好首先 這邊先複製貼上就好了 這邊只是 我如果給了它 Interator Loss Function 跟這個 Predict Function 跟Optimate 那這個東西 就可以去training 這邊我們複製貼上就好了 這個上一節課 我們直接把那個 就是 就是 Gradient把它 Visualize 出來的結果是一樣 這邊我們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好接著 好請你 我們要定義我們的Predition Function了對不對 好這邊有點複雜喔 請你好好看 好注意喔 我們的Data進來了以後 Data的Input是長成什麼樣子 28乘28乘1 乘20對吧 然後接著我們要經過 Convolutional Filter 它的Kernel Size是5乘5 Kernel Size就是前面的這個東西 它的這個是幾乘幾 然後 Number Filter 10 然後接著它變成了 變成了這個 Conv1 這樣的一個物件 好 做一件事情喔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隨時用mx. 這個Inputshape 然後去看一下我們如果Data輸入28 乘28乘1乘20 它出來的out shapes 是長成什麼樣子 它為什麼長成24乘24乘10乘20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沒有人知道 來請講 啊為什麼28會變24 應該說 應該說 如果你是一張5乘5的圖 你等一下還是有加分啦好不好 峻河再給他加一分 如果你是一張5乘5的圖 經過一個5乘5的filter出來的參數 一個 一個 那6乘6勒 那就是2乘2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28乘28 會少出來是24乘24 這個可以理解吧 那為什麼是10勒 是因為我這邊設定的Number Filter 是10個 也就是 我給了第1層的初級四神晶圓10個 我給了這支網路的眼睛 這支網路的眼睛就是10個 初級四神晶圓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接著 經過reliu reliu就是把這些東西做非線性轉換 因為你現在顯然知道 Compulsional layer他是一個線性轉換 你一定要經過非線性轉換 你才可以去疊網路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接著 出來結果 reliu出來的 形狀 有沒有人要回答 猜一下是多少 快點啦 Compulsional layer出來的結果是24 24 10 20嘛 猜一下reliu出來的結果是多少 易雲猜一下啦 怎麼可能24給4個數字 易雲趕快講一下 完全沒有動對不對 答對了好不好 來加1分 你加那一分助教帶有多少貢獻啊 好啦沒有動啊 這個reliu不會去改變shape啊 這樣可以吧 好那接著 這個pooling你們大概很難想像出來啦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接著我們在pool pool的時候做什麼勒 來我們把reliu丟進來然後 Maxpool 我們的pool type是Maxpool 然後 他是用2x2的filter去pool 注意他的步法也是2x2 所以他pool了出來的結果 是12x12x10x2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注意喔 channel 不會影響他的pool喔 他不是把這10個channel的數值pool了起來 這樣是沒有邏輯的 為什麼因為每個channel 他掃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啊 第一個channel掃眼睛第二個channel掃手 對不對 那你把他pool在一起這樣有什麼意思勒 你應該是 每一個channel分別pool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吧 好那接著我們把pool1再丟進convolutional filter 這一次還是 5x5的 channel size 然後number filter20 所以我們的 secondary四神晶圓 是 總共給了20個 這樣可以接受吧 給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這個來 再給大家一個加分的機會 出來結果喊個數字 你看起來很想加分你講 欸很好來給他加 給他加分這樣可以齁 剩下的人是覺得太簡單了不想回答 好沒有關係啦我們就是鼓勵啦鼓勵好不好 好來 88 20 20 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再考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難一點喔 請問一下 對於第一個convolutional layer 總共有幾個代解參數 總共有幾個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蛤 多少個 第一個喔 他本來是 他本來是28x28x1x20然後經過這個layer之後變成24x24x10x20 請問一下 這個convolutional layer有幾個代解參數 就這樣 來你講 你可以不用算出來啦 你怎麼算出來就可以了 24x25x10 好像沒有那麼多耶你仔細看前面的過程 他跟output的 結果沒有關係啊是這個東西有幾個 几个参数 给你一点提示嘛 这边Kerno Size是55对不对 代表什么 这里的形状是5乘5对不对 所以总共有几个代解参数 X是28乘28乘1乘20 可是这个东西跟X有关吗 这个X变2乘2 它还是可以2乘2啊 它这个X变5乘5 它还是可以长一样啊 250 250 你答案是对的 可是怎么算出来你告诉我 5乘5乘10 好很好 给它加分 那我们 再进阶的问一个 这个Convolutional Layer 有几个代解参数 有人讲得出来吗 它的Input Size是12乘12乘10乘20 Output Size是882020 请讲 你看起来又很想加分了 来请讲 5乘5乘20 5乘5乘20 错 有没有人要纠正它的 或者你自己想想 为什么错了 想得出来吗 这个就是 为什么特别问这题 就是有这个原因 我们还是给你加半分 反正你们等一下 每个人加几分 自己跟助教讲 你们要多报也可以 我们希望大家诚实 为什么错了 我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错了 因为刚刚的 刚刚的Input的Channel数是1 对不对 Channel数是1 你的W是不是只要去抓一张特征图 抓一个原始的图片的特征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Input的Channel 因为它Input的Channel是1 所以你只要抓一张图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仔细想一下 我们刚刚说什么 如果你想要抓 你后面的Convolutional Layer 想要抓前面的特征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整合前面的所有特征图 所以你能够只用一个Filter 你能够只用一个 你一次只能看 你能够一次只看一张特征图吗 不行嘛 前面一次有10个特征图 对不对 你一次全部都要看嘛 所以Input的每一个Filter 需要看的数目是10 乘以5乘以5 每一个点都要看 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你总共20个Filter 所以你的代解参数有 10乘以5乘5乘20 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 不过这个很难想 这个你错的是正常的 所以我才请大家故意要提这个问题 问大家 这样可以接受吗 这件事很重要哦 就是算代解参数 跟知道它出来的 shape是长多少 这个很重要哦 不然以后你们 做大型神经网路的时候 你们根本不知道 现在data长什么样子了 那你们这个网路 绝对不可能跑出来 好 那接着过了radio 过了radio我就不再 Inputshape一次了啦 接着破完了之后 它的形状 是不是应该改成2乘2 4乘4乘20乘20 所以现在的number filter 总数是多少 4乘4乘20 每一张图总共有320个代解参数 filter这样可以 那个future这样可以连结吧 接着经过一个flatten flatten的这个layer意思是 把它压平 压平完了以后会长这个样子 变320乘20 好变320乘20 我把它压平了 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 好接着 过一个followed kinetic 这个followed kinetic 的number number filter是150 所以过完了以后 它的形状应该就变150乘20了 这样可以接受吧 有听懂吗 有看懂吗 你现在已经是320的input 这个时候已经跟前面我们之前的网路很像啦 它就是输入数值嘛 对不对 那接着我们就过全程 连接层 让它去运算 好接着再过一个followed kinetic 这个时候output的只有10了 因为我等着准备要接soft max了 这样可以吧 好接着soft max完了之后 下面就是mloglows了 这样可以接受吧 如果你实在听不懂的话 这边还有完整的解说 好你回家自己看 这样可以吧 好接着我就可以training啦 好注意training的时候啊 好你们这边可以用gpu 好不过因为你们所有人是共用这样gpu啦 如果你发现gpu 满了 那请你自己改的cpu 你就太晚开始training了 这样可以哈 好你training完了之后啊 你可以去直接预测 你可以把结果来预测一下 好你预测的话 你应该得到这样一个准确度啦 就是大概98%的准确度 这是卷机神经网路的效果 好那我给大家希望大家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就是花 可能要20分钟到半小时的时间 重现CNN的推理过程 你可能没有办法写程式写这么快 可是麻烦你看一下后面的答案 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 你如果对神经网路不够了解的话 你以后网路在预测什么 那个东西对你来讲就是黑盒子 你要知道他是怎么运算的 他到底是怎么去扫描那整张图的 怎么去内积的 每一个FutureMapper的特征 到底数值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一题 等一下你就先training这个网路 先training哦 training完了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组参数 得到这一组参数以后 你找一张图片 然后去通过这个东西 然后得到最后的结果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们大概就给大家练习一下咯 那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一题要怎么做啦 这一题就是 你先把这个 Parameter拿出来之后 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像Convolution Weight 它的Dimension 大家可以看到是5乘5乘1乘10嘛 对不对 这个刚刚前面有人答对了 好 这里是5乘5乘10乘20 这个这些 这些部分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啦 这样可以理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关键 其实这一题最关键的地方 就在你怎么去做Comblution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哦 好 首先 你要 你要先产生一个Input 然后它是 28乘28乘1嘛 对不对 那这个Input啊 它就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接着你要 先产生一个Convolution 1 Out 那它一开始是0 注意它一开始是0哦 然后 它从1到10是什么 就是这边总共有10个嘛 对不对 所以从第一个卷到第10个 就是总共10个 这个就是Filter嘛 对不对 它维度在这里 然后还有J跟K 那它分别呢 就要把这个J加上0到4 那就是 1到5个嘛 对不对 J加上1的时候就是1到5嘛 对不对 J加上2的时候就是2到6嘛 以Slay推下去 然后跟K 也是一样 它就这样 相当于这样子 左右跟上下扫描 这样有听懂吧 然后它沉完之后 它就直接沉到 注意它要沉这个Convolution Weight Di一个 那i是对到这里来 然后它沉完之后 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注意它的Dimension其实是很大的啊 24x24x10 那Radio是很简单的 PoorView的话也没有那么难 Poor就是你把它取Max 然后直接丢到Poor1嘛 对不对 Compolution Note 2的部分也是比较难的哦 来大家注意 这里 还是JK跟I哦 虽然它前面是乘10 总共有10个Input对不对 可是你看 这里的Input它本来就是10啦 你现在注意 给大家看 好这样懂吗 它直接就5乘5乘10 总共是这么多个数字了 好 这么多个数字直接去乘语 乘以什么勒 因为你现在Poor1Output它也是 好 J等于1 K等于1 这个也是一个5乘5乘10 的一个矩阵 一个Tensor 它们两个累乘 乘起来之后 然后直接累加 然后得到你最后的答案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 所以你应该 就是你应该有了解啦 就是 为什么 就是第二层以后的 这个Compolutional Layer 它的Number of Weight 是长这个样子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后面就很简单啦 后面 后面大概就不是什么太难的东西啦 那我们就跳过啦 那我们今天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 就是使用经典的卷积神经网路 你刚前面学的那个神经网路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啊 1989年 这个大家应该都还没出生吧 对不对 1989年的东西啊 那这个东西啊 你你刚听起来它就是个小网路嘛 对不对 可以拿来做手写数字辨识 但 如果你要让它做太复杂的任务 它可能就有点困难啦 毕竟 呃 你想想看它四神经元只有十个 这个 生物的复杂度大概不知道有多低啊 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啊 要跟大家讲说 正常来讲 如果你要做影像辨识的话 呃 现在没有人在用 这个 在用前面那个网路啦 对不对 那个真的只能做什么28x28这种小图片 你们正常手机拍出来的 这个图片像素 至少是1000x1000吧 1000x1000的手机 你们可能都不太想用了 对不对 就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正常的神经网路长成什么样子 好 那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在2015年有那个很大的突破之前 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伟大的人 就是Stanford大学的李飞飞 他就创办了ImageNet 那这个ImageNet 他是 他那时候在做什么呢 他 他就是把 这个 总共找了大概100万张图片 其实不只这个数字啊 那你们就大概记住这样的数字就好了 那他找了100万张图片 那这100万张图片里面总共1000个类别 他就要说鲨鱼 他就有一千类 一千张鲨鱼的图片 泰迪熊 他有一千张泰迪熊的图片 这样大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他有一千类 然后一千张以上的图片 那 这样的一个Database 他就拿来让 很后续的研究者来检验他的模型 到底有多强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他的图片是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所以说 他的这个 解析度啊 其实你想想他是2007年做的 解析度其实他部分都 通常都三四百到五百之间的区间 很少超过一千的 当然现在也大概都超过一千 好那 呃 这里啊 我们在这里 这里你可以点进来 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 可以点的东西 然后这边有什么Parameter 然后这个 Simple啊 这里啊 你可以随便下载一组 好 主要来说这篇Paper 你应该认识吧 这篇Paper就是上礼拜 说这个 就是被引用了十几万次那篇 那篇 好不好 Residual Learning 好 这篇Base on这篇Paper 这边有 六个神经网路可以让下载 这六个网路都是ResNet 就 Residual Learning Based Base的神经网路 他们的 这个 差别是 这个是18层声的 这个是200层声的 好 那各位同学 不要都很兴奋 每个都下载200层声 好不好 你們所有人共用一張GPU 每個人都用200保證不夠用 好不好 你們用個 我覺得用個50就差不多了 50其實就蠻準的 不過如果你們就是 當然現在上課的時候 硬體資源很擠啊 所以說 大家當然每個不能每個都下載200這樣子 大家還是可以就是 回去的時候 那試著用看200的這樣子 好不過大家注意件事情喔就是 就是如果你有用GPU就從現在開始啦 因為你們會用到GPU對不對 那個 如果你們用完了 就是你們可以放著讓程式跑 可是跑完了拜託你把那個程式關掉 不是游覽器關掉就好了喔是要按這個喔 是要按這個把它關掉喔好不好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這個就不小心關掉了 就是你要你要真的把它關掉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才那個資源才會釋放出來給別人用 不然的話就 就會有人一直站著 然後別人都不能用這樣可以齁 好那 這個 我們下載50的 你也可以下來18的啦 如果省資源就18 那用GPU的話速度都很快 差別不大 好那我們把這個網路讀進來啊 先把這個網路讀進來 讀完了以後注意你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東西你要下載啊 這個東西是什麼勒這個東西你你直接把它讀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就是這個網路的output是1000個類別 就他最後一層是softmax1000類 那你要知道他是哪一類的話你就要知道 他的每一類是什麼嗎 每一類是什麼就在這裡 他的D1000類是衛生紙 第998類是牛肝菌 所以你隨便上網找一張 主要說大谷祥平的這個 照片 你丟給他大谷祥平這次網路絕對不可能有看過啦 因為要做imagenet那個時候 絕對沒有大谷祥平這個人嘛對不對 那 你可以給他 看他會不會告訴你說這是個棒球運動員啊 好不好 那我們來 看一下如果你覺得大谷祥平太有名了 你們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嘛對不對 找個什麼張育成啊之類的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用這個網路啦 這個我希望大家來試一下 首先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網路的input size 是24x24 你會說怎麼不是1000啊 我剛剛講的imagenet 他的像素最多就500 大部分有一些還少於200 所以你先把 img size resize 24x24 resize的方式透過這樣子 等一下你自己找一張圖片 讀進來 然後重複我的過程喔 前面你都要貼喔 因為我希望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 就是看到這個網路到底有多麼厲害啦 好不好 好我們把這個圖片讀進來之後 image show 這是鯊魚對不對 這是鯊魚嗎 請你自己找自己喜歡的圖片喔 但是你可以先 看一下那個就是 至少要在這裡面啦 你不要找一個什麼 我隨便舉個例子啦 你不要找一個什麼 呃 你放自己的照片啊 然後丟進去 問他說這是什麼 他如果告訴你說 你是什麼 什麼 對你是什麼 小狗什麼的 你不要太不開心啊 好不好 這樣可以齁 因為裡面沒有你這個類似啊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 來試一下 注意件事情喔 你要預測之前 你要先把 image dimension 改成這個樣子 注意 看一下我們現在的dimension 24x24x3x1 這個3就是channel 就是 紅綠 紅綠 藍嘛這樣可以吧 那1是什麼 1是你現在只有一張圖嘛 所以你的bench size就1 這樣可以齁 你一次如果要很多張圖也可以啦 好然後接著 我們就 用predict函數直接 剛剛的rest model是我們讀進來的嘛對不對 直接用predict函數去predict 好直接predict 好要算一陣子 算完了 這個predict probability 他就是一堆數值嘛對不對 這個是10的負十三次方 大概是很小 先把as numeric以後 sort sort了以後 我現在要找出數值最大5個來看一下 他第一名說大白沙的機率是99.7% 準吧 好 好 好 我們這邊先暫停好不好 給大家10分鐘 隨便找圖片 隨便玩這個model 好那 我們現在就是 你應該感受到他的威力了好不好 好所以我們現在要教一個 重點 還記不記得我們說深度學習 領域三大問題 過度擬核 T度消失全中初始化 那 過度擬核 這個 我們有教過了嘛 有好多種方法可以解決 對不對 好T度消失 已經被解決了 對不對 而且你現在用了 你現在下載下來的網路 本身就有解決T度消失的能力對不對 他不就是resnet嗎 最後一個全中初始化問題 我們要怎麼解決 欸 一個 很好的方法就是 你們有沒有覺得剛剛那支網路效能力已經很好了 對不對 那你們想想看喔 那你覺得他有 什麼樣的能力 他會不會已經至少有個小學生的能力 好像有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 如果你現在要訓練 一個 就是一個 卷肌神經網路 去識別 就算是醫學影像好了 比如說這個 有COVID-19跟沒有COVID-19的胸部X光 你覺得用 隨機的 權重 比較好還是 就用現在這個權重比較好 應該用現在這個權重 好的機會比較高吧 應該比隨機好的機會高一點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你至少現在這個 網路 他已經可以認貓認狗 認的東西還不少啦對不對 好那當然 你會說這個 去做X光的這個判讀 用現在這個網路的話 他離的還是太遠了 對不對 那如果 他認的是 好 現在的網路 裡面 車子就是車子 但是 如果你想認他是特斯拉 還是不是特斯拉 的車子 那現在這個網路 應該就又更接近了吧 對不對 他能力就更接近了 所以啊這個 利用 既有的網路 的權重 做權重初始化 這個技術啊 就叫轉移特徵學習 Transfer Learning 這個很多很多文章上都會寫這個字喔 或者他會說 他Pretrained的擺什麼東西 那就是他 他Pretrained完的模型 就把那個 Parameter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的一般來說轉移特徵學習 就是 這個 先將 網路在大資料上學習 主題可以 主題可以與任務目標幾乎無關都沒關係 因為 你再怎麼你隨便training什麼東西 再怎麼樣也比隨機的好吧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不然你就只有隨機可以用啊 那 接著再到目標任務中去訓練 準確度通常會更好 那 注意一件事情喔 轉移特徵學習這是個概念喔 沒有規定一定要用ImageNet做Pretrained喔 我們之後 還會教很多方法 你做很多網路 他其實有時候不見得 不見得有 就是他不見得 需要 Label 什麼叫不見得需要Label 你現在做Pretrained你是不是只會做 你X是一張圖然後Y 要嘛他就是一隻狗要嘛他就是一隻貓 這個就是 有Label的Training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有時候他其實不需要Label也可以Training啊 那這有那些比較變形的網路我之後才會教 那 那個 你用那些 WithoutLabel的 Training啊 他Training出來的網路也可以拿來做 轉移特徵學習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要怎麼做 為什麼轉移特徵學習可以成功呢 來我們現在把 ResNet model裡面的 第1層他的第1層是 CON V0 WET 這一層 我們把他的這個filter拿出來看看 你發現他在認什麼東西 你一定看不出來他在認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你這個看得出來他在認什麼東西就有鬼 對不對 但是 你應該感覺出來吧他就在認某些 顏色的形狀嘛你看 認 藍色的斑點 認 藍色旁邊有綠色 認 紅色的斑點 對吧是不是看起來好像就這個樣子 這個有什麼意義啊 我可能也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但是你只要知道 很多這樣的東西組合起來 可能就有意義了嘛對不對 好 所以說啊你會發現 卷機神經網路啊 他前面幾層 的那個 filter 他基本上就是初級四神經元嘛 那初級四神經元需要了解什麼很重要很了不起的概念嗎 也許你的初級四神經元你想想看你自己嗎 你的初級四神經元 在辨證貓狗 跟辨證 X光影像的時候可能 效果是一樣的 對不對不一樣的是後面你怎麼處理他嘛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這個是有邏輯的喔 就是 你怎麼樣去你如果用這些網路的parameter去training 他可能是 他為什麼會提升performance 是有邏輯的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Dogs vs Cat 這是Caggle裡面的一個經典比賽 呃 就是 大家這個有些人有上過機器學習演算法 你們有玩過類似這樣的東西啦 就是下載一份資料嘛 只是 只是這次這份資料檔案有854MB 有點大 但是我們的 server一定是跑得動的啦 那你需要提交答案 呃你提交答案就類似這個樣子嘛 啊算了算了算了不看了不看了 那 反正 你可以到這裡下載100張貓跟100隻狗 好下載完了以後 你看一下 下載完了你把他解壓縮 放到上面解壓縮 你應該看到一個這樣的一個資料夾 然後他有cats 1到cats 100 然後dogs 1到dogs 100 那 好 那有了這些圖以後啊 這個 這裡 還有幾張 testcat1跟testdog5 那這些圖啊 我們要training的時候不用他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勒 我現在要做一個神經網路 用剛剛那200張圖去做training 那他應該可以認貓認狗啦 然後接著再用test這些圖 來測試一下他 看他做得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喔 來首先 首先你要先要對這些圖片做前處理 你要先把所有圖片都resize 成24x24 好注意哦因為你 當初 你現在下載那個網路 他的training的input size是24x24 你如果 想要 希望他的size是其他的 那你需要自己重新 你pretrain一支網路 然後再用 如果你想要抄別人的 網路那就很抱歉 你只能 符合他的 這個 就是24x24的這個大小 這樣可以 不過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實際上 有在 就是 醫學影像的分類中 有試過 你用224x24啊 或是兩倍啊 48x48 或是再兩倍啊 甚至到1024x1024啊 你會發現 224x224這個大小 雖然他解析度其實有點低啊 照道理來講 應該很多細節他看不清楚 但其實他預測準確度就已經非常高了 就是幾乎 呃 就是幾乎所有的 假如說用shomboX光去診斷很多東西啊 已經非常多東西能看 而且準確度都不低喔 那 你一次把 你假如說你把256變成 512 那你運算量就是4倍 因為 他input size變成 那個2x2倍嘛對不對 所以 所以 那那個 Performance的增益帶來的搞不好不到1% 所以說 其實很多 Paper他們幾乎 最多就用到512 很多時候就用到256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先把 東西做 preprocess 好啊這個preprocess啊你可能 喔這邊就是你要 我這邊要下lesson 6啦 你這個自己要換成你的那個喔 你自己要換成你的那個就是 資料夾名稱喔 好這裡我就不做了啦 反正因為我已經做過了 我東西已經在這裡 好 那做完之後啊 注意一下喔 我做完之後這樣是一張圖喔 這樣是一張圖喔 好這是一張圖喔那我可以用imic show 好這隻貓嘛對不對 對不對因為我剛是下來貓的我這邊趕狗 隨便抓一隻狗過來 再imic show一次 這隻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請你先做preprocess喔 好接著 編寫 編寫 注意你的 怎麼編寫的喔 我是 每一次 我要做的時候 我在value這裡我才把檔案讀進來喔 但是我讀的是處理過的檔案 因為你到時候每一張圖 你要training很多次嘛對不對 一般你的網路 你 應該要經過很多個epoc才會training完嘛對不對 所以你先處理完一次然後把它存下來 之後你就一直讀那個處理完的這樣速度比較快 所以你是先全部處理完之後 把它存下來然後再去 運算的時候再去讀那個處理完的檔進來處理喔 這樣懂我意思喔還有注意件事情 我把它存成.rdata 而不是存成jpeg喔 因為jpeg是一種有損壓縮 這個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嗎 好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有損壓縮的話我們來做個實驗就知道啦 來我們現在把一張圖這樣讀進來 我們來show image一下 好這張圖大概沒有問題吧對不對這就是一張貓的圖嘛對不對 好來然後我來看一下image show有沒有辦法 好 我們來看一下image show 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喔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圖我覺得用這個函數不好我們換一個函數好了 好我們來試一下好了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這樣可能會比較清楚 我用我其他 其他課程中用到的那個 就是show image的函數 好你可以複製這一串 好我要給大家看的是這個show image函數 好現在這個沒有什麼差別嘛對不對 好我要給大家看的是這樣子喔如果我們只看 第1到 35 然後1到35 就是我現在看的是左上角的這個區域喔 這樣你懂我意思吧 就他像素是1到35 1到35 你看到了什麼感覺 如果你這樣看的還不是看得很清楚 我們來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 少一點 1到16 1到16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好像是一個框 你有感覺出這個好像有個框嗎 看得出來嗎 我如果敢18 18 你應該會看到這樣這是一個框喔 你應該很明顯的感覺到 他有個框的感覺吧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JPEG檔啊 他是以8x8為格子做壓縮的 所以實際上的圖 實際上就是你如果解析度很高很高 就是 你如果把他還原回去之後你人眼是很難識別出 這裡8x8是一個格子這邊一個格子這邊一個格子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在 錢處理完你原始檔是JPEG這個沒有辦法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你存你處理完之後存下來的檔案你不能再把他改成JPEG 你一定要存成原始的樣子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還有 這個姿勢也非常重要 就是 你看到的Image 可能差別是不大的 就是你眼睛看起來差不多的 但實際上他是有差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我跟大家建議一件事情 就是 你Training data 的時候的 Image source 你未來在應用的時候就要保證他的所有的 preprocess的過程要完全一樣 你不能說 這個醫學影像有一種檔案格式叫Dicom 你不能說 這個 Training model 的時候用JPEG 預測的時候用Dicom 大概不會准 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 把這樣的一個 Iterator把它 複製下來 好你把它 用完之後勒 一樣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 這個Iterator 一樣先reset 然後接著我們把MyValue抓出來 來 然後一樣這個Label的第一個一定就是1跟0 這個很簡單 這樣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是隻貓 這樣可以吧 第二張圖勒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張圖也是貓 第三張圖也是貓 第五張圖是狗 那我們來看第五張圖 然後這隻狗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 這樣的一個 然後我們 我們來看這樣的一個 array 它的dimension 24x24x3x2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要做 那個優化器 我們選擇用adm 因為這個網路有點深啊 你剛剛 下載還是50層深的網路嘛 對不對 所以用adm應該也是應該的啦 好那注意一下我們要怎麼去 重新 構建一個新的網路 這隻網路剛剛是1000分類 對不對 可是現在你做的任務是2分類啊 那我要怎麼辦呢來看著喔 我把model讀進來了以後 這就是剛剛把model讀進來嘛對不對 這個再less 這是我們剛剛把model讀進來對不對 這個model 這個物件裡面你讀進來之後這個物件裡面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你的parameter 這兩個是你的parameter 這兩個parameter分別放什麼這就是你的那些trainable layer嘛對不對 這個放什麼這個放的就是你bench normalization的那些什麼min啊 variance之類的數值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 就是你的網路主架構 你要把你的網路主架構抓出來你需要 要告訴他 請你先把 rismodel裡面的這個網路主架構然後我要得到他那層 那那層裡面的output 你可以看到他每一層的output 從第一層到最後一層 你會發現他的最後一層是不是有個flatten zero flatten layer是剛剛幹嘛的剛剛把他壓平的那一層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試著把flatten zero output 透過這個函數你要看他的名字你需要用到這個喔 你就直接print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他總共有哪些層了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你要中間的那一層我要中間的flatten zero output 這一層 然後你可以用這一串函數 which 哪裡是flatten zero output 然後 get output 你就得到了一個 internal的layer 好你這一個你可以用mx 你可以用info shape 好我們來看一下data等於24 乘24乘3乘20 然後我們一樣看out.shap 好2048乘20 這是我們要的東西對不對因為他已經只剩下2048個微 就是特徵了嘛對不對 好接著你就知道 你在這一層之後你需要怎麼去做 那個 output嘛對不對 你一定是經過一個 40kinetic layer output 維度是2 然後在soft max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 40kinetic flatten zero output 2 這樣你是不是就 然後接著後面用mlog loss 好這邊可以理解吧 我這邊就是我把剛剛神經網路剛剛那個resnet它裡面長得多複雜 這個我們下一節課才會教 你現在只要知道我們把倒數第二層 的flatten out put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他就是2048個特徵嘛對不對 經過這支網路的前面所有層之後 到了這裡就是2048個特徵 最後我再過一個40kinetic的output layer output的 的維度是2 過soft max 這是不是就收工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我需要把 所有的權重 都填到 這個 new 那個 這個就是new parameter 裡面這樣懂我意思吧 initial parameter 你需要用這個 這個函數 這個第四節課有教 這個你要initial parameter 你需要用到這個那這裡面就有所有的 你隨機初始化的所有參數這樣可以吧 這是隨機初始化的哦 那你只要形狀一樣你就把它填進去 那最後一層的形狀不一樣嗎因為原始網路的最後一層 的形狀是2048乘1000 你現在最後一層是2048乘2 所以最後一層你還是只能用隨機的 但是其他層的網路其他層的parameter你是不是全部都可以填進去 用這種方式填 看著哦 就是把它每一項都填進去然後如果 dimension 名字是一樣的話 如果dimension又一樣我就把它填進來 好一層類推這樣可以吧 好填完了以後來注意哦 這是底層執行器對不對 我們先產生一個底層執行器 產生一個底層執行器然後 然後我把剛剛 這一個 不是隨機出屎化的這是隨機出屎化完了以後 我再把 能填入 resnet 原始權重的層把它填進去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填完全重以後 我再來設置這個 updater 好射完updater之後我就可以開始training了 好你可以試著 你可以在 就是等一下跟著一起training 好你看他loss會降得非常快哦 好你看他loss降來可以嘛對不對 好我這個要訓練20代訓練完了之後 你可以用這個函數把model抓出來然後就可以預測了 好loss越來越降 好那我這裡我要 我要把 檔案讀進來這邊是lesson 6 唉 crash 我靠crash這真的很麻煩耶 大概不知道 誰把我的GQ 大概GQ不小心被站滿了 算了我就不 執行完之後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好不好 那我這樣就要重training 好那 那我現在 給大家 做一次練習 大家一定要全部體驗一次哦 這個 大家要做什麼勒 重複剛剛的過程做一次 然後 剛剛是不是有關鍵就是 我這裡是不是 我這裡是不是 Initial parameter的時候 我把 resnet的值填進來 懂我意思吧 你做兩件事情 你們你們可以 坐在旁邊的人合作啦 不要同個人做兩次 就是 一個人在貼語法的時候 從頭貼到尾 另外一個人貼語法的時候 這一段不要貼 那這一段不要貼就是你沒有把 原始的權重填進去嘛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你就是用隨機初始值了對不對 用隨機 用隨機初始值的人 你就是 沒有用轉移特徵學習 你用 Pretrained model的初始值的話 你就是有用轉移特徵學習嘛 那我們就是比較一下 效果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等一下 我也不做啦 因為我已經 我看GPU已經被佔滿了 我們就算了啦 好不好 而且其實也缺乏驗證組 我們就 感受一下你就知道 如果你想要training一個model的話 你應該怎麼做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把時間給大家 好那 今天就是 上課內容就是 卷機成績網路啦 那 你們應該 已經感受到就是他是如何做 圖片識別的 因為他模擬了我們的四層晶圓嘛 對不對 那 四層晶圓 比起我們本來的 這個 Foly kinetic layer 厲害厲害在他要考慮到各像素之間真實的相關性 在二維空間 的相關性 這跟我們的眼睛 效果是一樣的 這樣東西是不是然後並且 還有一個 特性這個特性啊就是眼睛這個特性叫平易不變性 就是 今天這個東西 假如說 貓啊狗啊他出現在圖片哪裡他就是貓是狗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不會因為他 移動了一下 他 是貓 貓跟狗的那個 東西就改變了 只要有出現就好了這樣聽得懂 好 那另外就是 CNN因為權重共享的特性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我們一開始那個網路 他第一層的 Combusional layer 只有5乘5乘10 的權重 250 第二層呢 5乘5乘10乘20 這樣多少 我來算一下 250 2500 2500 5000對不對 那第三層呢 320乘150 320乘150 好像就超過5000很多啦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卷基層啊 卷基層比 這個fony connected layer 非常節省你的參數 參數少是不是就代表著你的這個 就是 你可能就比較不容易overfitting啊 你要樣本量可能就比較少啊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卷基層真的是很好用 那這是我們新學到一個東西啦 那 之後還會有很多地方會用到卷基層 那當然主要是圖像 那我們之後大概處理的 大部分也都會圖像 因為 數值能夠變化的東西非常有限 那圖像啊 語言啊 什麼的就會比較多變一點 好那 基本上 呃就是 你應該 就是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 我們是 怎麼樣做 做的啦 那 大家已經有個初步了解了 那下一節課我會教大家了解 那些 就是從2012年 到 2016年 那 這段期間的那個就是卷基層網路的發展史 不然你現在 要設計一個網路的話你一定會覺得很confused 對不對 第一層 大家有沒有 你們一定很好奇這件事啊 我們來看我們這一層這個網路 誰規定第一層要用5x5的 filter 為什麼不能用7x7 你應該會有這個疑問啦現在沒有辦法回答你 好 那這個數目為什麼要用10 這個10倒是還好 反正你 也可以多一點也可以少一點 對不對 看你網路的大小 可是 你想想看那個resnet他總共50層生 甚至有200層生的對不對 那如果你每一層都要這樣子 試 那還得了 你到底有多少種東西要試啊 所以網路要如何去設計你的Predition Function要如何去設計 除了 很基本的 Resigual Learning 或是Dense Connection 這你一定要用以外 還有一些就是 實際上還是有一些準則可以依循的啦 那前提是你對 整個發展史夠了解 前人一開始在做的時候他真的是沒有什麼路可以依循 所以就導致 他們設計出來的網路啊就是搞得很像個藝術 一樣 就是網路為什麼要搞成這個樣子好像就是 很有藝術性質的感覺 後面經過相當研究之後大家網路已經幾乎長一樣 就是那幾個設計準則在做的這樣懂我意思 好所以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